从钥匙转备为知名画家的吴燕儒 两年前跟民事董事长郭贝宏 因为看见了一棵南方的榕树 突然有了灵感 约定要为台湾自由斗士郑南荣 开启纪念画展 那么吴燕儒也发挥了他的艺术常才 以抽象派画风来表现自由 而且这个画展呢 还准备在世界各地巡回哦 要宣扬郑南荣为台湾争取言论自由的壮丽 一幅幅黑白交错的画作 全是以探笔挥洒出来的抽象艺术 作者就是这位旅美画家吴燕儒 一身黑白穿搭 如同他的创作 不需色彩花俏 要表达清楚明白的自由意识 自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你知道他的滋味 你感受到他的气氛 你知道他的 他有风 他有云 用抽象表现自由之意 其实这场预展 就是要纪念曾经的台湾自由斗士郑南荣 画展更以苦练南荣为名 灵感就是来自老朋友郭贝宏先生 看到他在自家原地的南边 种了一棵榕树 开启了他的创作动力 就连吴燕儒年迈九十多岁的母亲 也备受感动 郭贝宏是说那棵榕树是从他家移植过来的 他说这个很漂亮 在南边的一棵榕树 他就是在纪念曾南荣 也许人走了 可是艺术还留着 就像郑烈士走了 他的自由言论 让台湾可以有今天 本土歌谣创作歌手王明哲也现身画展 自弹自唱 唱出悦耳的台语歌曲 为画展增添更多感动 这场郑南荣纪念画展 不少贵宾和社会运动的元老出席 未来画作还将寻回世界各地 要将郑南荣为台湾争取自由的壮烈历史 宣扬流传 民事新闻阿布斯谢耀德 高雄市报道